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夜色中的长江三角洲 影像中最亮的光点 来自长江的出海口 上海 1990年 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开发区建设计划 让这个拥有百年传奇历史的城市 再一次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 从此 在浦东这片农田上 中国最大的城市开发区 以奇迹般的速度出现了 有人把它的从无到有 说成是一个时代在田梗上起飞 它就是上海浦东 上海浦东陆家嘴160号 是一栋老房子 1914年 这座宅院建造时 陆家嘴还是一片荒芜之地 1990年 浦东大开发 老房子被保留下来 现在 雨后春笋般助力而起的高楼大厦 把老房子包围其中 这一特别的景观 成为浦东开发最有象征性的缩业 1991年7月30日 一座射击高度468米的高塔 在浦东陆家嘴 打下了第一根桩 这是一座电视发射塔 取名东方明珠 设计师用丰富的想象 把11颗大小不同高低错落的球体 从地面一直串联到350米的高空 东方明珠主体有三个鞋桶体 三个直桶体和11个球组成 形成巨大的空间网架结构 具有鲜明的海派建筑特色 塔上的三个大珠 是游人可以到达的三个空间 90米的下球体室外观光廊 263米的上球体主观光层 和259米的上球体室外观光层 最高处则是位于350米的太空舱 从这里远望 上海都市风景一览无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明珠塔正式开放之前 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中心位置 又出现了一座88层 高度为420.5米的建筑 金茂大厦 大厦总立于黄埔江畔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 摇队东方明珠网播电视塔 大厦的设计师是美国芝加哥著名的SOM设计事务所 设计师以创新的设计思想 巧妙地将世界最新建筑潮流 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结合起来 成功设计出一座身负中华民族文化内涵 又融会了西方建筑艺术的智慧型摩天党 2003年10月5日 1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跳伞好手 从金茂大厦的89层飞升跃下 为观众上演了一场高楼国际跳伞的市军盛宴 也把金茂大厦的知名度推向顶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遥远的太空拍摄夜色中的长江三角洲 影像中最亮的光点来自长江的出海口上海 1990年 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开发区建设计划 让这个拥有百年传奇历史的城市 再一次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 从此在浦东这片农田上 中国最大的城市开发区 以奇迹般的速度出现了 有人把它的从无到有 说成是一个时代在田梗上起飞 它就是上海浦东 上海浦东陆家嘴160号 是一栋老房子 1914年 这座宅院建造时 陆家嘴还是一片荒芜之地 1990年 浦东大开发 老房子被保留下来 现在 雨后春笋般助力而起的高楼大厦 把老房子包围其中 这一特别的景观 成为浦东开发最有象征性的缩业 1991年7月30日 一座射击高度468米的高塔 在浦东陆家嘴 打下了第一根桩 这是一座电视发射塔 取名东方明珠 设计师用丰富的想象 把11颗大小不同 高低错落的球体 从地面一直串联到 350米的高空 东方明珠主体 由三个鞋桶体 三个直桶体 和11个球组成 形成巨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